顶级科学家将核潜艇缩小至硬力大小 然后用插车将缩小的核潜艇轻轻拖起 紧接着特大板的针管从地板升起 工作人员用插车将核潜艇平移到针管上方 将核潜艇放在了针管里的水面上 随着核潜艇打开泄压阀 四周的水面开始汹涌起来 船长开始控制核潜艇下潜 科学家开始最后的操作 在巨大的探射灯的照射下 针管和核潜艇开始缩小 直到变成了正常的针管大小 工作人员将针管和推筒组合 最后由护士套上了针头 而这一切是为了进行一场特殊的手术 由于病人脑部于血陷入昏迷 需要从颈动脉进入脑部清除血块 工作人员将机器推到手术室 病人的身上已经做好了注射的标记 为了定位核潜艇在人体的位置 医生推来雷达车定位 随着机器的启动 医生将针管里的核潜艇打进了病人体内 核潜艇里的人犹如进入时空隧道一般 通过针管进入了病原的体内 这是人类第一次进入人类血管之中 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感叹人体的奇妙 可突然核潜艇遭遇了湍流 科学家将核潜艇缩小奈米大小 然后通过针管进入人体 可刚进入人体就遭遇了湍流 核潜艇里的众人摔得七云八倒 潜艇通过缺口来到一片蓝色泡泡的地方 船长立即和外面的科学家联系 得知他们误入了静脉之中 可能是病人受伤形成了漏管 现在他们偏离了航道 湍流太大也不可能返回 船长本想要终止任务 但是科学家们想到一个主意 让医生停止病人的心脏60秒 然后让核潜艇快速通过心脏 于是医生用电击方式让心脏停止跳动 船长立即开足马力往前冲 在心脏跳动时的最后一秒 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心脏 随后核潜艇来到了肺部 他们见到了氧气和二氧化碳交换的神器景象 可就在这时 潜艇的压力舱发生了故障 修理工检修后发现 可能是医生电击人体时 对潜艇造成了损害 虽然已经抢修完毕 但是失去了太多的氧气 可能完成不了这次的任务 而且就连消除血块的激光枪也损坏了 但是船长想到一个好办法 可以用肺炮中的氧气补充潜艇的氧气 于是四名队友穿上潜水服走出了潜艇 用吸管将氧气吸入潜艇 很快就将潜艇的氧气充满 可突然病人开始呼吸 将一名队友吸到了肺里 还好在其他三名队友的帮助下返回 潜艇继续往大脑的方向开去 而为了修复激光枪 船长将通讯器的零件拆除 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和外界联系 随后潜艇来到了淋巴系统 科学家为了救治植物人 将和潜艇缩小了一倍 然后通过针管注射进原体 潜艇通过了肺部来到了淋巴系统 这里密密麻麻的全是网状纤维 而且淋巴结将它们当成了入侵者 准备聚集变形将它们清除 经过一番讨论 船长决定走另一条路到大茅 但是手术是稍微有点噪音 就会对潜艇造成严重后果 但是船长认为科学家有雷达监控 会知道他们的意图 可潜艇刚开到半路 就发现通风口被网状纤维缠住 队员只好出潜艇去清理通风口 可就在这时 护士见医生满脸大汗 他拿毛巾时不小心把剪刀掉在地上 声音传进了病人耳中 犹如发生了时级地震 女队友被震到了纤维中 两名男队友赶紧去救他 可等女队友被救出来时 抗体把他当成了病毒 紧紧地吸附在女队员的身上 幸好他们及时把女队员拉到了潜艇上 把他身上的抗体扒了下来 而潜艇终于来到了大脑这里 时间只剩下了六分钟 时间一到白细胞就会摧毁他们 三名队员赶紧下船来到血块处 用激光枪开始消除血块 没想到其中一个队员是个间谍 他打晕了潜艇上的另一名队员 开着潜艇往脑神经上撞去 幸好男人用激光枪阻止了潜艇 可潜艇也被损坏无法返回 男人将被打晕的队员救出潜艇 间谍和潜艇直接被白细胞吞噬 剩余几人赶紧往视神经游去 科学家在病人的眼中发现了几人 赶紧将眼泪装在了玻璃片上 然后又将玻璃片放在了仪器上 随着机器的开启 四名队员重新恢复了原本的大小 任务也成功完成 影片到此结束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